上次您的過程 凱米中度颱風 風場還有轉場的趨勢 也因為根據中央氣象局的預報資料 以及在沿海地區 加上風管管束相關的管道效應 最高的震風在高雄 只會在沿海地區達到十級震風 所以高雄市政府決定明天頂班停課 我也要求包括消防局 必須隨時做好待命和器具相關的準備 民眾假如有任何救災的需求 可以撥打19或是1999的專線 我們會即刻地進行災害排除 跟相關救援 包括我也特別指示 在公務局必須針對工地 以及民間建築鷹架等 這些相關建築招牌等 來進行管制和盤查 也請水利局備好抽水機 以及檢查各個水門 這個抽水站 還有相關的閘門 等等相關的設施 民政局在各區公所在迪化地區 備有沙包 可以請民眾多多利用 假如雨勢相對來講 比較高的話 就會有相關的可能 會有一些自災性的激煙水的部分 也要特別提醒民眾 因為在明天的暮食釋放中午 大概是四大潮 可能在地化地區 尤其像在沿海地區 跟齊津等 也要特別注意海水導管的狀況 提醒民眾 在颱風氣節期間 希望不要到這些人海地區 或者是磨川周遭 這個汽水 也必須遵守 相關在颱風座等 相關的一些規範 確保自己人身的安全 大潮的時間 大潮的時間我再補充一下 8點 8點 明天大潮的時間是早上8點 因為剛好在7、8月 在超水的部分 假如是有漲場 超水就會比較高 所以這幾天 各位可以看到在東港 或者是在旗艦 好像這個部分 都會有一些 這個飢驗水的狀況 來 郭前水利局說明一下 明天的大潮時間 大概是明天早上10點左右 那因為有颱風的影響 所以又有暴潮 那暴潮再加上天文潮 會造成整個海平面的 海浪的一個上升的幅度更大 那我們這個部分 有做一些相關的防範措施 但是這個部分也會造成一些 低洼地區的一個積添水 這個部分我們今天有發新聞稿 提醒是你要特別注意 4點左右 4點左右 這部分可以大概講 那針對哪些區域 例如說我們抽水機有多少 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其實像旗艦的部分 那我們也有 我們原來是在水溝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堵沙包 那另外如果大潮的部分有疫苑過來 我們有抽水機在那邊抽水 那因為明天除了大潮以外 有可能也會有一個大雨 所以水利局的這個應變措施 會是現場的狀況去做調整 如果有大雨在下的時候 沙包我們會先拿起來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要先做這個措施 那另外這個部分是屬於旗艦 那如果是像陸竹的部分 陸竹三公公這個部分 它是用閘門的管控 那如果明天沒有下大雨 它是大潮 那我們會玩閘門用抽的 那如果明天有下大雨 我們咱們還是要開 這個部分我們有相關的一個應變措施 好 副長的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市長在針對山區的部會 你們要做應變措施 山區我們採取這個預防性的撤離 那只要達到這幾個 我們就會強制性的這個撤離 那相關的這個保全的人口 也都有照證 那也要求說像一些慢性病 像孕婦或者是一些洗腎的伴掌 必須提早下載 然後做好相關的措施 在衛生所有相關的這些藥品 使用了這些醫療設施的這些器材的準備 我剛剛也跟三個區長都有通過電話 特別提醒他們 那尤其提醒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八八奉戰 這個當時最大的雨量 年紀的雨量是2,500公里 那這一次預報最高的雨量 是1,800公里 叫山區 所以這個雨量 是自災性的這次的雨量 然後提醒你們做要特別小心 讓我來看 你 要有一次 兩房子 這次 有一個 erstmal 兩房子